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兰斯拉夫产的另一款AK47突击步枪 这一款步枪是,它的型号叫做OPEP,就是OldPAP,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功能 这个就是比较标准的一把兰斯拉夫生产的AK47步枪了 那么首先怎么区分兰斯拉夫的AK47跟其他国家的AK47 因为铁拖元帅他虽然跟当时的兰斯拉夫关系跟俄罗斯 是,他不太愿意完全依附于俄罗斯 他就跟中国的军阀以前袁锡山一样的 他的火车的轨道都是自己的规格 跟全国的不一样,不统一 那么蓝斯拉夫他也是一样的 他因为是当时俄罗斯强制各个卫星国用他们的数字的武器 但是铁拖跟斯大林的关系不错 他经常会有一些自己的优惠条件 那么他就是不太愿意完全依附于俄罗斯 所以他们生产的武器也有他自己的特点 跟额制的武器不完全一样 那么首先怎么区分 蓝斯拉夫的AK47 他最容易区分的就在于他的护木 木头的护木上面 他的护木这个地方比较长 这个地方比较长 一般来说的话 标准的AK是这个地方有三个孔 有两个孔 但是蓝斯拉夫的他有三个孔 因为他比较长 所以他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有三个孔的 就是非常容易判断 这是一个蓝斯拉夫的 另外一个他的拖 他的拖的形状跟正常的 普通的也不太一样 那么他这个地方比较高一点 所以你在打蓝斯拉夫AK的时候 脸不要贴在这个地方 贴在这个地方的话 脸打的话脸会被打肿了 就是在尽量在设计的时候脸贴在底下这一部分 这样子的话会好一点 有很多美国的人 就是美国的红薄 他就complain 就是抱怨说这款的步枪会把他们的脸打了 他们就干脆把这个地方削 削掉削平 但是我们其实他是因为不了解 他这个设计 设计他本身就是他与众不同 要跟其他的不一样 所以脸最好是贴在这一块 贴在这一块比较好一点 那么这是两个区别 那么第三个比较可以看出来的区别 它是防尘盖 防尘盖的设计 蓝斯拉夫的AK 它这里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小按钮 这是一般的普通的AK 俄罗斯或其他国家生产AK没有的 这个作用就是你把它按下去以后 一般的AK就是你直接就按后面这个按钮 它这个防尘盖就可以打开了 但是蓝斯拉夫的他要的设计就是这里有一个按钮 你先要把这个地方推进去以后 然后才能按这个按钮 然后把防尘盖打开 这是两个步骤 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比较麻烦一点的设计 但是因为呢为什么呢 它呃 但是它你你如果其实放上去的话会比较简单一点 比如说我这个防尘盖要重新还原啊 重新还原的时候 这个附近黄它的这个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直接把这个盖子贴在这里 贴在这里以后按这个按这个按钮 它这里就卡住了啊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它为什么要设计一个这样一个圆形的这个 呃 按钮呢 啊 因为是这个呃 这样子 它这个这个AK它的原先的设计啊 它是这里啊 可以放发射这个榴弹 就相当于这个发射 就是用用步枪发射这个像手榴弹一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装置 啊 它以前的这个呃这个这个苗啊 都是可以用来 呃 来来 呃 用来发射手榴弹的 那么如果是发射手榴弹的话啊 它这个这个这个后座力就大了 它这个后座力一大呢 这个防尘盖啊 防尘盖容易震开 如果没有这个装置的话 啊 虽然现在这款的呃 这个AK47呢 它不不用再呃呃 去发射这个手榴弹 但是呢 它仍然保留了这个设计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挺好的 呃 因为确实是 在设计的时候 可以保证这个防尘盖 不会被意外的震开 因为如果只有一道的话 就相当于一个保险一样的 啊 这个地方碰了以后 这个防尘盖就飞了啊 就就就掉出来了 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设计其实是挺好的 呃 另外一个呢 那个 蓝斯拉夫的 我上次也介绍过这个弹匣 它的弹匣是 这个地方比较高啊 这个地方比较高 所以最后最后一发子弹的时候 没有打完了以后 它这个地方可以把你的这个啊 这个枪枪栓的这个呃 给后的组 也可以空仓挂机 啊 啊 就像这样子 空仓挂机了 然后你要把它还原的话 把弹匣拿下来 它就就这个地方就还原了 那么最后一个 它的这个特点呢 就要打开来看看了啊 要打开来 就是把这里按下去 把这里再按下去 这个防尘盖拿下来 然后你看 防尘盖拿下来以后 我如果不按这个按钮的话 它这个还是取不下来啊 这附近黄还是取不下来 那个 我还是得按住了以后 按住了以后才能把它推起来 再拿出来啊 所以它这个设计呢 它是非常的secure 这个 这个 这个绝对是 这样底按 它才它才会推推进来 这个设计 就是说 呃 固 很稳定 让它的这个board很稳定 这个opap的设计啊 呃 还有一个特点 这个是 这个不是所有的 兰斯拉夫生产的AK的特点 就只是这一款的 AK的特点 那就是它的这个机匣 它的这个机匣的钢管 钢片呢 呃 是加厚了 呃 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 呃 是 AK的AK47的机匣是1毫米 这个是1.5毫米 那么就是说 这个 这款的 AK47的 机匣压厚度比正常的AK47要厚50% 啊 这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这个厚度呢 呃 有好处 也也有不好的 那个不好的地方 我先说一下 啊 那就是这个加重了 这个枪的重量啊 那个明显的就比一般的AK要重一点 那么它的好处就是它的寿命大大增强 也就是说它可以 呃 这个机匣呃 玩不会不容易被创坏 那么这个非常的非常 build like a tank 像 像坦克一样结实啊 就是说它的寿命绝对呃 比一般的要大要长 然后另外一个呢 然后另外一个呢 呃 它这个地方也是也是加强了的 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地方会撞击 这个不 这个活摔杆 它这个地方在 会撞击这里 这个地方也是加厚了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和它的机匣厚度决定了这把枪的臭命啊 是非常不错的 呃 也也决定它在战场上面 它的这个 呃 结实的程度啊 呃 绝对是 呃 一流的啊 呃 那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在叙利亚战场啊 在中东战场啊 有很多这个 啊 不管是哪一边了 呃 他们都喜欢 比较喜欢现在用这款的这个 蓝斯拉夫产的AK47 其实因为它 呃 寿命比较 比较长 然后特别 特别结实 啊 然后我再讲 讲一下这个 AK的这个 呃 它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就是啊 当然也不是不好了 完全不好的 但是就是说 这是它的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蓝斯拉夫 AK的一个特点 蓝斯拉夫 AK的 它的 所有的枪管都没有杜罗的 它的这个枪管里面都没有杜罗啊 呃 但是呃 呃 有 有分析就是说这个 呃 因为他们就是 这是因为缺乏罗矿啊 或者是就是他们这个自然的 呃 Resource 自然条件不允许他们 生产这个有罗杜罗的这个枪管 呃 但实际上呢 呃 如果是没有罗了呢 这个枪管的寿命会稍微减小一点 但是呢 它的精度会提高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呃 就是有两面性 杜罗的呢 它会寿命稍微长一点 但是不杜罗呢 它的这个精度会高 高一点 啊 精度会好一点 呃 这一款的这个 这个兰斯拉夫做工 确实不 确实不错 啊 你看这个前面的这些都非常的平整平滑啊 然后这个苗啊 非常结实 这个都是没得说的了 呃 就是做工是非常的 非常的好 呃 看 像 非常的非常的这个 我把它还原 还原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是取出来的 啊 把它放进去以后 呃 放在这个位置 它不能前进的时候 那个这个这个位置 按住了以后 从这里 插进去 然后按下去 这样就上去了 好 哦 我们现在 把这个附近黄上上去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你看 呃 现在只能上一半 因为你不按这个按钮 只能上一半 然后把这个 防尘盖 直接 放上去 卡住了 直接的盖上去 你看这个这个地方还没有把它卡住 对吧 然后用手 按钮按一下 按在这里 它这个就出来了 就弹回弹出来了 那现在这个防尘盖 啊 已经被已经卡住了 不会掉出来了 啊 呃 最后一个呢 呃 就是想介绍一下 这个AK的苗 呃 这个AK的这个 呃 自退器 啊 最前面这个地方 呃 它这 是它的一款AK的标准的一个自退器 呃 这个自退器为什么是斜口的啊 我想解释一下 呃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自退器 它的这个 方向啊 跟它 跟这个苗啊 不是不是成 呃 不是这个正的正呃 90度方向啊 这个自退器呢 它是有斜的 那为什么是斜的呢 啊 这是因为这个在AK的设计的过程中啊 呃 这个枪口有 呃 向 右上跳 呃跳的这个有可能就是 它有这个台就是因为这个boot 有这个有这个运动的 过程 但是运动过程中呢 你这个枪啊 这个枪口会往这边跳 那么 它的设计呢 就是用自退器 这个斜口 然后这个 这边嘛 这个斜口的话 这个枪口打出去后 子弹 它的那个气会往这边喷 啊 会往 右上面喷 这样子喷的时候呢 它会 这个气啊 这个气流的作用 会有反作力 反作力 反作用力 把这个枪口往 往这边 啊 推 那么就是说 抵消了一部分这个枪口上台的这个 这个力量 啊 所以说这个设计呢 是它有道理的 不是啊 你如果拿到一款AK 就看的是斜的 啊 不是因为它这个装错了啊 你或者是装正了 那就是 那才有问题啊 啊 我曾经买过这个 有人跟我装正了的 啊 那那是 啊 那个就是这个枪架 但完全不懂这个什么叫AK 啊 应该是斜的啊 好 啊 另外它的这个 这款的AK 就跟上次介绍不一样 它这里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card 但是它这里还是这个 啊 还是一个保险啊 这个保险上了以后啊 不可能就是不会那个 不会激发啊 比如说我现在 现在 现在 这里是保险 这个是保险 保险到这里的时候 扣不动了啊 然后这个保险解除的时候 是往下 往下解除保险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扣动板机了 好啊 这就是大部分 差不多 这个 南斯拉夫的 这个AK的 那个特性 另外还有最后一点 我想介绍一下 这个 它还有一个侧轨 那么这个侧轨呢 它也是有点与众不同 它这个侧轨可以呃 装普通的这种呃 快拆的镜子 呃 但是呢也可以 呃装这种呃 呃 那种打这种呃 狙击枪的这种镜子 这种这种轨道 所以它这个这个这个设计也是 也是一个特点之一啊 那么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这个侧轨 到底有什么用 好 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呃 现在呢 我现在是完全用的是铁描啊 这个铁描 这这边这边这就是啊 这个这个用这个铁描可以打三点一线 那么如果我呃 如果不想用这个铁描 我想用一个红点啊 这个红点来进行的话 进行瞄准的话 那么直接就是这个这个装置啊 固定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红点固定在这个ray上面啊 固定在这个 ray上面 然后我自己slide上去 啊 你看 插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插不动插不进去了 因为我 因为我这个ray是一般的ray 不是这种用于这个做 狙击镜的这种 这种啊 到这里就为止了 这里中间其实还有一段 它是两种都可以用的 然后我把它这个快开的这个ray 用这里一按下去 好 这个地方已经很很结实了 对吧 这里已经很结实了 不会再动了 那么 那么 现在我就可以用 用这个镜子来来进行瞄准了啊 这个红点就比较快一点 瞄准的 物体的比较移动物体 特别是啊 非常方便 然后我如果不用的时候 把它拆下来 啊 又可以把它拆下来 啊 所以这个这个就比较方便 有这个侧轨 比较方便 好 这个就是啊 这款 南斯拉夫的突击步枪啊 OPAP的 介绍啊 另外我最好最后还想啊 说一点啊 这个OPAP跟那个其他的啊 已经介绍了这个 他的这个 鸡匣啊 这个 护木啊 啊 戳啊 还有这个 array啊 嗯 还有他的蛋匣啊 啊 这些东西都有不同 另外还有一个不同呢 他就是也不是完全 就是说 一个小不同吧 就是 他这款的OPAP是专门 用的旧的 啊 旧的这个 嗯 木头 旧枪的木头来拼起来的 啊 所以他有一定的这个价值 因为都是打过这样的旧枪 然后他用新的零件把它组成一个 呃 这个这款步枪 所以他叫这个OPAP就是 旧的 旧家具啊 所以你如果拿到这款木枪的时候呢 啊 你如果想把它 图 啊 啊 图研要把它 重新重新上漆的话 那可能会 那可能会 减小一下 减少你的这个价值 你这把步枪的价值 因为他的卖点之一 当这当初那个卖点之一啊 就是他用了是旧家具啊 旧的木头 旧的这个 从旧枪上面 拆下来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样子的话 给这个枪有苍苍感 而且也是打打过仗的 真的是上过战场的枪啊 啊 来拼拼起来这个 这个新枪的 所以你如果自己涂 那个颜料的话呢 可能会 啊 减少它的价值啊 就是这一点 啊 其实这把枪如果不涂的话 也是非常漂亮的 好啊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有点减少一个 郑他来的 你计划 我学习在雨里 我俩在雨里 有点减少呀 那三个月 好啊 我今天有一点 跟静心中 我天命中 你不知道 现在俩猜 就是俩猜